各位听众大家好,我赚明 那么继续和大家分享关于这次美国的效应运动 以及反游定义法案或者通过的我的一些认识和感想 那么很多人认为这次美国的效应运动 它的主要诉求呢,是声援巴勒斯坦民众 看以色列在加沙地带持续的军事行动 给该地区的巴勒斯坦民众所带来的巨大伤害 那么这个当然是这次美国效应运动的一个主要内容 但是这个内容自从中东的战事爆发之后 一直在美国的大学校园里发酵 示威和抗议从来就没有间断过 那么之所以最近美国效应运动持续的升温 以至于和学校当局以及当地的政府发生激烈的冲突 其根本原因还是在于学生提出了另外一个重要的口号 这就是Deinvest 那么这句英文呢,从字面上翻译是撤资的意思 那么它具体所指呢,是指学生要求校方 在资金和财务上能够具有更大的独立性 不受外部人士的控制 甚至大学的校方可以利用自身的金融手段 来对外表达自己独立的政治观点 就像我上一集所讲的 在上个世纪抗议南非种族隔离制度的时候 美国大学的学生运动曾经有过这方面成功的先例 实际上在中东冲突爆发之后 尤其是以色列对加沙地带展开大规模军事行动之后 美国校园里支持巴勒斯坦民众 反对以色列军事行动的声音一直是持续不断的 而且最初呢,美国大学的校方 对于校园里支持巴勒斯坦 反对以色列的军事行动 还是持包容的态度 但很快呢,美国社会上就出现了对美国校园运动的抨击的声音 其中有一些抨击的声音 正是来自于美国各大名校的资金捐献人群体 那么这些大额资金捐献人 往往都是美国金融界的成功人士 而且呢,因为世界金融界的现状 他们中的很多人,要不本人就是犹太人 要不呢,就是和犹太民族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他们中的不少人提出 如果大学校方不能有效的管理校园里 反以色列的情绪的高涨 那么他们就会断绝对大学的资金捐献 而与此同时呢,美国很多大学校园里的犹太学生 也的的确确遭到了言语上的攻击 甚至还有不少人对自身的人身安全产生了担忧 我在之前关于正义的专辑里 曾经专门讲到了应该如何去认识中东复杂的局势 中东局势的复杂性就意味着 我们很难把正确或者错误 按照种族或者按照国家去进行分配 中东地区真正的正义 是要保证在未来各个民族各个国家 能够在相对和平的环境里共同的发展 因为中东地区的历史 所以绝对的和平是很难在短时间之内达到的 摩擦和冲突会作为一种常态而存在 但是各方的观点态度和行动都必须遵守一定的底线 那么这个底线有一个最根本的标准 那就是不能剥夺其他民族的生存和发展的权利 但我曾经多次强调过 在发表对中东冲突观点的时候 一定要明确这个观点的对象是谁 尤其是现在中东问题异常尖锐的时候 如果发表观点的对象过于笼统 过于的泛指 就很有可能会引发没有必要的争论 那么先来看看就美国大学的这些赞助人 以削减或者是停止赞助 来要求大学校方对大学校园里的反犹语言论 进行控制这个事情的具体认识 首先有一点呢是要确定的 这也是我上两集里边所讲到的 一个社会 它的大学校园 应该是最保障言论自由的地方 因为校园的这些年轻的学子 是这个社会未来的希望 保障他们的言论自由 保障各种不同观点的共存 这不仅对这些未来的主人翁 有锻炼的意义 同时呢 也让这个社会的未来 充满着不同的可能性 因为人类文明的未来 是确定和不确定并存的 所以在大学校园里 任何一种未来的可能性 都不应该被扼杀 不过言论自由并不代表着 对不同的观点不进行评判 那么有人就会说 既然保障言论自由 那为什么还要对言论和观点进行评判呢 实际上每个人的观点 每个人的思想是绝对自由的 而这个绝对自由是建立在这个观点和思想 内存于心来说的 当你的思想和观点只存在于你自己脑海里的时候 它当然是绝对自由的 是不受任何约束的 人类文明发展到今天 任何人都不应该去控制其他人的思想和认识 而任何个体的思想和认识 都应该由他自身来控制 但是当一个人的思想和观点 开始外显的时候 什么叫外显呢 就是他的思想和观点 对外表达或者是付诸行动的时候 那么他的思想和观点 就会面临着外界的判别 因为一个人的思想和观点 对外表达或者是付诸行动的时候 他就和外界产生了联系 这就是因 那么既然有因就有果 而其果就是外显的思想和观点 必须要对社会负责 因此社会就会产生 判别这个思想和观点的权利 而且我们可以看到 任何一种思想和观点 如果这种思想观点的主语 是个体本身的话 也就是主语用的是我 那么这种思想和观点 对外部世界的主观影响 就会相对的弱一些 而如果思想和观点 用的是他人的主语 比如说你 你们 他 他们的话 那么这种思想观点 一旦进行表达 或者是付诸行动的时候 那么这种思想和观点 对外部世界所要担负的责任 就会大很多 这是因为 当思想和观点 它的主语 用的是他人的话 那么这种思想观点的传播 很有可能会对其他人类个体的切身利益 造成实质的损害 因此即使在言论自由 言论平等的大前提之下 这样的思想观点的表达 不能是完全不担负责任的 因此 他们需要受到社会的监督和判别 于是我们就可以看到 在美国大学校园里 一方面呢 这里应该是最维护言论自由 言论平等的地方 但与此同时 没有绝对的言论自由和言论平等 当你的观点表达 涉及到其他人类个体的时候 这种言论 当然是要受到监督和判别的 而在反过来说 既然是维护言论自由 维护不同观点的存在 那么这些大学的赞助人 他们表达自己的态度 因为不赞同大学学生所表达的观点 而取消赞助 这本来是他们的自由 但是他们因此来威胁大学的校方 这自然就引起了大学学生的强烈反弹 我们都经过年轻的时候 都知道年轻人最讨厌的一件事情 就是被我们认为错误的观点去管束 而中东的冲突 本来就是很难以支持巴勒斯坦 或者是支持以色列一方 来进行敬畏分明的战队 因此大学生对于那些校方赞助人的说法 自然产生了极大的不满 那么这种不满的情绪 实际上还有更加深层次的原因 我之前在别的集里 已经多次的给大家强调过 我们现在处于互联网革命 也就是信息产业革命的收尾阶段 那么和之前的大航海革命 蒸汽革命 电器革命一样 产业革命的收尾阶段呢 是巨大的社会变革的收尾阶段 其最重要的特征 就是从物质革命 转向精神层面的变革 把物质生产力的巨大革命 推广到人类社会变革的方方面面 那么这样一个过程 它的最终目的 是要让人类社会 达到一种新的平衡态 在这样一个过程中呢 人类社会的物质文明 和精神文明是相互作用 互为因果 这样才能够达到稳定的新的平衡态 那么每一次产业革命 在它的收尾阶段之前 都有一个非常典型的特点 那就是物质文明的高速发展 因为生产力的迅速提高 所以生产效率极大的提高 与此同时呢 人类的物质生活水平 也迅速的提高 这就造成消费大涨 市场迅速的扩大 在这样的情况下 财富就会迅速的增加 并且快速的流动 那么与此同时呢 人类社会的人文制度 并没有适应产业革命 因此一边是财富的迅速积累 并且机会很多 另外一方面呢 社会的法规和规范 存在明显的滞后 因此我们可以看到 在产业革命的初期 和它的高速发展期 财富并不是均匀分配的 而是迅速的 向那些获得机遇人的手里 集中起来 所以我们就会看到 在每一次产业革命 进到收尾阶段的时候 一个典型的社会现象 就是社会的贫富差距 被迅速的拉大 那么有不少人认为 社会产生动荡的原因 是因为贫富差距过大 实际上这种理解 并不完全正确 贫富差距过大 这当然是一个问题 但真正引起社会动荡的 并不是贫富之间的差距 到底有多大 而是在于 穷人和富人之间的转换 出现了减速 甚至是停滞 其实对于个体来说 贫穷的现状 并不是最大问题 最大问题 是摆脱贫穷的希望 是否存在 如果这个希望没有了 那么就彻底陷入到 绝望的境地 那么这个时候 人类个体 才会产生仇恨社会 仇恨天道不公的 这种情绪 那么当产业革命 进入到收尾阶段的时候 我之前提到了 它的目的是要达到 社会的一种新的平衡态 那么从产业革命 高速发展 达到新的平衡态 这就意味着 在很多方面都会减速 这种减速 它既是客观需要 也是客观的必然 但是这种减速呢 就必然会带来 我前面所提到的 那种希望的减弱 而这种减弱的趋势 是必然的 只是因为之前的希望 被抬得很高 所以现在希望的减弱 就成为了很多人 接受不了的事实 但这和潮起潮落 是一个道理 当我们人类个体呢 当希望减弱的时候 就会产生强烈的不满情绪 这种不满情绪 需要宣泄 那么我还会看到 这种希望的减弱 并不是在社会人口中 均匀分配 往往希望的减弱 往往先是开始于那些 年龄比较大的 人口构成 或者是生产力 比较低下的人口构成 然后再逐渐的 像年龄比较轻的人口构成 以及生产力比较高的人口构成 进行扩散 那么与此同时呢 我们也可以看到 这种扩散的趋势 是从反抗能力低 向反抗能力高的人口构成 进行扩散 另外这种趋势呢 也印证了另外一句话 那就是希望越大 失望越大 这样的一个扩散过程 就会给社会带来动荡 要解决动荡的问题 是需要整个社会共同努力的 尤其是这个社会 精神层面 以及社会制度 都要做出相应的变革 这样才能帮助 这个社会中的所有成员 适应产业革命带来的变化 最终呢 一起达到新的动态平衡 但是这样一个过程 肯定不会是一个 其乐融融的过程 它是充满着矛盾的碰撞 以及摩擦 因为我们人类个体 至少到目前来说 仍然存在着贪婪的本性 产业革命的高速发展 它带来了贫富之间的差距 越来越大 那么已经得到财富的 这些人类个体 当然不愿意把财富 再进行重新分配 而且呢 因为产业革命 进入到收尾阶段 财富的累积速度 已经大不如前 所以蛋糕本身 不再快速的扩大 那么蛋糕份额的持有者 自然就更不希望 蛋糕被重新分配 所以这个时候 要想做利于社会的财富再分配 只能依靠政府的法规和政策 但是这样的法规和政策的改变 必然会带来很大的冲击 而与此同时呢 政府和国家机器 往往是被那些 已经拿到财富的人所控制 因此要想让政府 国家机器 以及掌控政府和国家机器的人 意识到这种改变必须做出 这往往不是和风细雨的劝导 所能够达到的 因此这个时候 社会矛盾的尖锐化 社会矛盾的频发 也就非常正常了 我反复地强调 这样的一个过程 绝不会是一个令人愉快的过程 但是这种不愉快 是可以控制的 真正的理想状态 并不是产业革命 带来平稳的社会变革 真正的理想状态 应该是产业革命 带来充满着颠簸性 挑战和风险的 可控的社会变革 因此我们在看待 产业革命所带来的 社会变革的时候 既不要过分地乐观 去追求不切实际的稳定 同时也要牢牢记住 必须在可控的范围之内 去面对挑战 而这种可控性的实现 需要社会各个层面 各个阶层 各个社会集团 共同的努力 才能够实现 那么美国的校园运动 和我这里所讲到的 产业革命收尾阶段的 这些特点 到底有什么具体关系呢 关于这方面的分析 我下一集 再继续和大家分享